我们躲在草丛一技能瞄准对面的貂蝉在一个一技能 看着对面这个凡恩这小熊的一技能完全命中 把他人头收掉一个万象进场收掉对面的勇 反手一个一技能瞄准对面的貂蝉做到个TripleQ 这里看到对面的奎伦头我们蓝Puff直接一个万象把他人头收掉 这里看到对面的奎伦他躲在这个草丛我们一个二技能往前顺 直接一个一技能完全命中把他人头直接收掉 用普攻叠起被动打对面的凡恩一个万象进场 这个时候直接把对面两个人头直接万象收掉 做到一个TripleQ 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Hi everyone我是matin的我这次带来的是 嗨呀然后呢双环速流的这个学战解说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 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加点像S的方法 那如果你也玩过射手位的话呢 诶请在下方点赞 那如果你喜欢玩其他路或喜欢英雄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呢英雄的名字或那条路的名字 那我尽量做那个英雄的这 或者那条路的学战解说来给你看 这次我们玩到亥牙 那这次呢这个亥牙的出装还有这个整个思路呢是根据这个 NEO那个亥牙出装 那出到的装备呢基本上呢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用了之后呢发现哇真的太厉害了这个装备 那真的是很好用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夸克勾过来我们这个 呃把N之后我们直接呢必须的马上补补他 不断的点不断点不断点不过这一把对面 选择阵容太奇特了啦双射手而且 一个还一个带控嘛 那永夜也是能控的 那这两个英雄这样选下来呢其实 如果我一波一对二还是有点压力啦 毕竟对面不是一个整个人 那这个我们的夸克在勾到之后呢我们飞镖在命中 那这里呢呃 呃我们呢这个出装一开始呢先出一个这个攻速型啊 鞋子先不用出吧这个啊 我们的加攻速的啊 先出出完之后再出普通这个鞋子 再把它合上去成了攻速型 那这里呢一开始这三 我们夸克呢回程之后呢直接对面就来gain 那这里我们带的是一个清醒啊 如果带瞬移的话绝对能够逃脱 那带清醒呢我们就可以是要使用大招的时候呢 无顾虑的啊对面多空也好雕蝉什么的啊 这些的一些控制都不用怕 所以我们先把对面的鞋先收掉 那其实我们害啊能带的这个召唤势呢还是蛮多的啊 晕眩也能带啊 然后呢呃这个 这个圣移当然很多人在用啊 清醒也是可以 那其实在我以前以前以前的时候就在想了 为什么呢我们的在打王者的时候我就在想 然后我就呃 也把那个装备出了就是个冬日战斧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出冰袍的话 没没错可以还速啊大家也知道可以还速也可以 嗯也是可以打出一个这个强化武功 那个被动啊元素之力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极限的还速的话 其实要出一下这个我们的冬日战斧会很好 那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啊就看到这个尼尔出了这个冬日战斧 然后哇大家都哇精为天人 真的很好用啊这个装备 那尼尔他在把这个冬日战斧再加一个冰袍 哇那就更厉害了 基本上你看他进场哦 在对面呢都是呃被到还到不要为耗的 那这里看到对面可人就我们这篮区 直接一个一进了完全命中之后呢 大招脚上去一个万象把它收掉 那在这个呃整个英雄的这个思路方面呢 你会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输出会不会降低啊 啊会不会呃 不要说掉到去20多趴而已啊 玩ADC 那这里告诉大家呢 他输出还是很高啊 我这把呢大概达了这个30多趴的这个输出啊 那是一个我们玩的这个环速 而且是很逆风啊这个局大家等一下就看到了 呃 那这里先把对面这个奎人收掉 然后呢这里 追击这个对面的 反 这里缴出我们清醒 要不然他对面的刁蝉直接把我们收掉 那这就是清醒的一大好处 就是你不用怕这个刁蝉的兵啊 那再加上再大招的时候也不用不太用怕对面一大堆控制 呃 这里我们直接的看到对面呢 在这个草虫之间 其实这里真的要打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辅助过来 那这样的话这个塔真的不会掉啊 血量这么好 因为很明显对面打野要来game 可是没想到欸 跨客进来 刚刚就留在中路啊 然后这个 埃罗呢 去打 去选择打小野怪 那我们只能命把这一座塔守住 那其实真的是完全 不必这么做的啊 这个 可是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那这里呢 我们 这一把呢 也能做到这个大概 11杀 或这个最高输出的一个 呃 状态 这里我们直接一个万象进场 把对面两颗人头 直接 秀掉 啊 这里 受到一个devil cube 那这里我们把这个 对面上路外塔 直接拆掉 那 如果选到亥雅这个英雄呢 其实 真的 大家如果看那个职业联赛的这个 呃 禁用率呢 亥雅的禁用率大概70多% 那 大家就可以 可想而知 这英雄呢 是多么的 呃 在职业联赛多么的夯 多么的抢手 这我们把对面小野怪也拿掉 然后把对面的红buff拿掉 如果亥雅拿了红buff会很好 不过 如果是队友随便的一个拿也好 因为这里是反的 那 这里我们直接呢 啊 一个一技能完全命中之后 不断的普攻普攻 对面绞住他的这个金身 然后我们还是一个普攻把他这个人头 直接收下来 然后这里再把对面这个 啊 二塔 拆掉 直接拆掉 那 这里呢 再下一个塔呢 就不要 啊 贪心了 因为对面这个奎伦呢 已经过来了 那我们呢 想要追忆一下他 不过奎伦这个英雄 你才还是比较难抓的 啊 他躲进这个草虫内呢 然后我们呢 就一个顺进去 然后一个 一技能完全命中 直接把台湾都收下来 那 这里看到对面已经复活了 然后我们蹲一下的草虫 看下没有进场机会啊 那 一技能 命中一下 消耗一下对面 然后呢 预购装备 啊 再躲破这个 不要进这个兵啊 然后一技能 再来 看到对面 不断的点 先不用这么急的 脚子里的一技能 或者打招 我们直接收掉对面的这个 反正然后又 断向进场 把对面的勇又收掉 再把对面的这个 貂蟬的人头又收掉 做到一个 triple kill 直接一个 把对面三颗人头 直接换掉 打到对面这个 这个 奎人复活 那这里呢 对面的这个 奎人已经很肥了 那这里的奎人已经很肥了 他刷这个 刷起被动之后呢 直接就把我们 真的就可以秒了 现在下这个肥度 那看到 这上路集结 一技能 打出来 把对面的这个 貂蟬的人头先收掉 那这里呢 注意的是呢 其实貂蟬呢 最脆弱的时候呢 就是他开大招的时候 他开大招的时候呢 他开大招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 佛盾 或者是 朗博 这种英雄 又或者是你玩 即便你是玩亥牙 也好 他开大招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 直接一个 一技能上去 把自己备用 打出来 一个万象进场 基本上 基本上他就被收了 那 这里 注意的是呢 其实玩亥牙呢 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把这个对面的控制技能 先 先去算好 对面到底控制技能 角光没有 那如果你看到对面 或者有凡恩这种英雄呢 其实无时无刻 都可能带这个控制的话呢 那就 啊 这种 这种的话呢 你也不太用去算他 只要看到他身上 或刚刚用完黄标之类的 那就不要先进场 等他用完黄标之后再进场 那 雕蚕的话呢更好算了 这我们直接搅起 我们要清醒 先大招这个对面的这个雕蚕 哦 再把这个佛罗伦呢 对我把他直接收掉 这里呢 直接把对面的换掉他两颗人头 那这里画风一转了 看到了这个 对面 啊 这个佛罗伦 我们一技能命中他 可是这时候 诶 夸克完美空大招还闪现了一个 那这里就尴尬了 那就 佛罗伦这里很容易 直接把我们切了 那这里呢 我们 队友呢 死了一个啊 这个罗儿 然后呢 队友也全部跟着上去 这个三打四啊 然后这里最后 最后被对面直接呢 灭了我们对面的三个零换三 但是一勺打多的话 其实我们 没有被对面肥的话呢 尽量都不要这样打 因为对面是绝对可以一波的 那没所谓 这一次实测的装备 超好用的一个装备 然后呢 难道这个最高输出 然后呢 最高击杀 那感谢收看 我是Maitin多 喜欢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